好,我們前面了解了離子的形成 然後接下來就以此來問一些簡單的小問題 第一個,那原子失電子的時候 為什麼會帶一個正電 就是問你為什麼會帶正電 請你用原子結構裡的直子的數目 跟電子的數目來思考 那原子的原子序是11 那原子的原子序是11 那請你用正電的多少,負電的多少 來思考這個問題說 為什麼失電子就會帶正呢 為什麼失電子就會帶正呢 請你來告訴我 No.1 起立 來,我告訴你,那原子序是11 請你用直子數跟電子數的觀點 正電跟負電數目的觀點來解釋 為什麼失電子會帶一個正 11個電子會帶一個正 我已經幾乎告訴你答案了 不知道 換一位 29 29 29 他看到是失距,其實他還不想 40 40 我出現了 你不要亂動 你不要亂動 答案 好,沒關係 都不知道 好,下一題問你們 好 你不要亂動 你不要亂動 說 那原子是11 所以正常情況下 11個直子 11個正 11個電子 11個負 所以加起來叫0 叫不帶電 但是如果失電子的話 就變成有11個電子 直子 11個正 只有10個電子 10個負 所以11個正 10個負 所以還剩下 一個正 所以會帶一個正電 OK 這就是原因 好 這是一個 這個不用轉過了 你不用照抄 你懂意思就好了 因為 失電子 少掉一個電子 所以就會帶一個電子的正電 好 OK 來 兩位大哥起來 請問你 請問 鈣啊 是CA 請問你 發生什麼事情 她才會變成CA2正 失去兩個電子 失去兩個電子 你說什麼 失去兩個電子 你說什麼 失去兩個電子 請坐 失去兩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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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帶兩個電子的正電 就變成CA2正 好 這就是在重複 我們剛才講過的 離子是怎麼樣形成的講法 OK嗎 OK 好,下一個練習 請問你哪一個離子所含的電子數目跟哪原子相同 底下給原子序 哪個原子序是10 所以你會知道哪原子的電子有幾個呢 然後其他都是離子 然後有告訴你原子序 那麼Cl-有幾個電子呢 然後呢,S2-有幾個電子呢 那就看看誰會跟它一樣多 誰會跟哪原子的電子數一樣多呢 這幾個誰是一樣多呢 也是一樣,剛才的得失 剛才的得失電子變成離子 得幾個或失幾個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就這樣做 一樣的想法 OK Eleven 2-4 2-4 不在,只有生 3-5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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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4 8號 C C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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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的是B 乃的原子氣十就表示它的中性是有十個子子、十個電子 濕電子會帶正電、德電子會帶負電 所以,綠 綠呢,原子氣多少? 十七,十七個電子,負得一個變十八 皮,原子氣是八,施兩個變成二正,所以六個 流,二十六,原子氣十六,得兩個二負,十八 所以它呂是十個,呂是十個 因為十三,減掉三個變十個,所以答案是選豬 來,啥叫做原子氣啊? 什麼叫做原子氣啊? 剛才是有抽到你,對不對? 什麼叫做原子氣啊? 蛤?請坐,原子氣就是直指數,對 那是上學期的 請問你,直指數正常情況下跟電子數有什麼關係啊? 三十,數量相同,數量相同,請坐 加分,加分 所以會一樣多,OK 來 原子,S的直指數跟中指數分別是十三跟十四 S三正的電子數是多少? S三正的電子數多少? 直指跟中指,應該多少? 打算是哪 可怕的數字 B 還沒有發完,PB5號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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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答案叫做A 13个子子 然后呢 三阵就是失去三个 所以13减3叫做10 就是所谓的离子的行程 得失电子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